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亮这个灯 我其实就选手上来之前我们都会看一下简历嘛 我一看后边你自己付那一堆简历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专业能力非常强的人 我就把他所有的简历 因为他非常厚 我就每一页都拍了发给我们的技术负责人 他就给我那个回复了一条 我说这个我们能不能给岗给什么岗 他的回复是初级工程师 可以给基础岗做数据分析 所以我就留灯到现在 但是后来又把第一页的这一页 发给了我们技术负责人 然后他的回复是 他大概不喜欢做工程师 感觉不够专注 搞笑吧 你到底喜欢吗 工程师的话 其实也是我的专业方向 但是我的专业方向还是就是说 因为可能对 直接告诉他喜欢还是不喜欢 能做不能做 可以做对不对 这前缀明显没那么喜欢啊 是我的专业但是 然后你打断他了 你要发自你的内心说 是不能帮他回答 你刚才那就帮他回答了 对对对对不起 这是我的问题 所以或者你真的要回答他一下 你怎么 你必须要给他个回应 本身就这个专业 就是我喜欢的专业 是这样的 就是说像工程师 就是这个岗位 其实在之前 也是投过一些简历 也是一些数据分析工程师 或者Python工程师 或者是后端工程师 是这样 对是这样 你这个回答就好像是 我确实是学这个专业的 我可以做这项工作 但如果有其他的岗位 比如说运营岗 我也愿意去或者更愿意去 我听到的潜在是这样的 还是往我专业 是这样 就是坚持这个路 是这样的 我可累死了 真的喜欢 为什么雨晴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喜欢 你可以喜欢这个 你可以喜欢那个 我讲一下我的感觉吧 我其实有岗 不跟你默契 第一个你要10K 上海你这岗位 就不会低于10K 你见过上海 朝着岗位低于10K的吗 我都没见过 实话实说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都干了几年了 这事 你还10K 你这几年到底 在这件事情上 有迭代吗 我没看到你迭代的价值 我明白 因为是确实离开了 数据分析港 就是专业的 这个分析港的路 确实我已经走了非常远 然后也是通过 这几个月调整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能给到 企业的价值 就是我只有12K的一个能力 那么好 我来帮你 也决定我是否留灯 你做过八个项目 我给大家读一读 大家稍微有一分钟耐心 人脸识别 广告投放 渠道分析 还有金融风险预测 还有化妆品的用户行为分析 还有租房的行情分析 还有各种网站的 自己的做的项目 总共八个 对 听起来都非常的庞大 那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这八个项目里边 哪个项目 对你来讲 解决了业务问题 解决的什么问题 给我讲出来 好 就我拿我第一个 就是说人脸识别 这个项目说吧 因为这个人脸识别 确实这个项目也是 就是我们 我之前的公司 然后我们是协助 那个某个公司 去协助他去做一些调研 然后产生的一些 就是说一些图片 然后图像处理 然后去做一些数据产生 和数据的对比 然后产生一些数据报告 是这样的 所以我决定灭灯了 为什么呢 就是你说我 可以做这个 可以做那个 但是我都不知道 这个做的事情 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你让我想起了 我之前在某一次 录制的时候 说过的一个比喻 就是你现在展现出来的 有点像脸棚头里 喷出来的水 都有水 但都一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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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還好 舞跳完了 我覺得我看完之後 我很心疼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舞好像似乎 就是今天 整個的這個面試的場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最後一盞燈也滅了 霍尔特刚才有一个形容 说得特别好 你刚才的这段舞蹈 其实就蛮像 你今天面试的过程 我觉得你犯了很多 求求日者 会共性犯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简历 美化得太厉害了 就你写的这个简历 说实话 就这个你打印这份 让大家会增加 对你的期待感 但是呢 我们就会恩这些解历 比如说专业的老师 问你的问题 你又答不上来 特别让我们觉得 想听到的结果 所以呢 看到的跟听到的 和感受到的 是不一致的 所以才会有 今天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就是 找的就是一个基础 就是说最初级的 一个数据分析岗位 然后可能企业家们 就可能看了 我简历上 可能是写的 可能是偏于 就是说中级或高级的 就是说一些 数据分析师的岗位了 我的态度一直是 如果他上来 说得非常清楚 我是一个基础的 研发工程师 我工作履历是多少年 我能做哪些工作 非常简单 我们一定是有岗的 到菲尼莫属平台 我们不是给不了基础岗 而是你的工作描述 跟你的工作能力 不匹配 造成了今天这个面试结果 好吗 建国瑜可以给你一个面试机会 你可以谈下我们交换方式 你可以去试试 好吗 谢谢 好 刘坤 感谢你来到菲尼莫属 谢谢 再见 其实就是我是一个 抱一个就是说学习的态度 然后找一个初级的 一个数据分析师的 一个岗位 然后到企业 好好去发展 好好去学习 深造自己 报名参与菲尼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 菲尼莫属 全聘2010 at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菲尼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 工商信息 发送到 菲尼莫属 招聘全聘 at163.com 上抖音 搜菲尼莫属 官方号 每天中午12点呢 我们将会在我们的 抖音直播间 连线企业家和人力专家 解答你的职场困惑 提升你的职场战斗力 上抖音 每天中午12点 菲尼莫属直播间 咱们不见不散